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的是一個翻譯神器 號稱是地表最強的翻譯神器 那今天要開箱的這個翻譯機是 一個大陸廠商訊飛 它推出的一個翻譯機 那這款翻譯機非常的強 那它最推薦購買的特點有兩個 第一個是它可以支援英文的整段翻譯 那稍待一會我會測試給大家看 那另外一個是它支援離線翻譯 那它一共支援33個國家的語言的翻譯 比如說英文、韓文、泰文、法文 它的上面這邊是一個Android系統 然後它是使用2.4吋的觸控螢幕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一般的翻譯機不太一樣 它可以像Android手機那樣直接翻譯 而且它的機身全金屬打造 那質感也蠻好的 那我今天一定要去包模 因為我覺得它非常好看 那我下個月要去日本 就可以直接拿來試試看 然後它還有支援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它這支是可以插SIM卡的 它可以直接上網 其實可以上網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它可以當熱點來使用 也就是說你去日本 可能去其他國家 你去買當地的SIM卡之後插上去 你就可以把這台當作熱點來使用 後面有這個SOS 可以支援 如果你已經點上網 那你可以支援 一鍵 緊急呼叫緊急的聯絡人 那我把螢幕打開給大家看 就長這樣 然後這邊可以去設定 一些 一些 語氣 它這邊有很多語言 可以去設定 好 那待會直接測試給大家看 好現在來測試這個 地表最強的翻譯機 那這一個最強的翻譯機 它有什麼功能 它可以整段話翻譯 那我現在在拿那個 DJI的發表會 它這是直播的 全程都英文 它基本上我是完全聽不懂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 這一個翻譯機 到底有多神奇 好 那我就按Play 然後按這個一鍵翻譯 因為它可以做多 那只拍照和影片 像這個 K2 第二天最高的山洞 在世界上 它被拍攝 昨天 Mountaineer Andro Pilot Vartek Yu DJI Mavic Pro 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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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超屌 整段翻譯 整段翻譯 而且很準確 你看它詞意 跟語音是準確的 就算沒有很準 基本上你都大概能夠聽得懂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那這是剛剛前一段話 我做的翻譯 從十二年前開始 我們的任務是創造空中和手持長相技術 讓任何人都能捕捉到令人驚嘆的圖像 真的很厲害 那這樣子看發表會啊 不愛發表會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直接看 然後你都看得懂 非常厲害 好 那目前它支援離線翻譯的語系 一共有 這四種 目前看到是這四種 中文跟 英文 日文 韓文 俄文 其他我再看一下 還有沒有其他的支援離線翻譯 好 沒有 目前就這四種 剛剛用同樣的方法 來做 線上翻譯跟離線翻譯 那我翻譯的時間 一共翻了36秒 那它做了整段話翻譯 在這個地方 那我發現啊 它在 離線翻譯的結果 跟線上翻譯的結果 會不太一樣 那 連上網路的翻譯 詞譯會再更準確一點 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線上的 離線的詞譯跟文法 就會不太通筍 但基本上 還是 能夠讓你 大致上 能夠辨識它的語意 當然線上還是會比較準確 這是線上跟離線 最主要的差異 好 我現在來測試它的 中翻譯 那它暗數就可以翻譯 好 那我現在來測試一次 老婆 請你去吃食 好 很準 那再來 來測試其他國家的語言 來 日文 老婆 請你去吃食 好 來測試其他的韓文好了 老婆 請你去吃食 老婆 請你去吃食 其實它講什麼我聽不懂 那再來 泰文 泰文 老婆 請你去吃食 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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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蠻準 再聽一次 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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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都是一鍵可以翻譯 好 它也支援另外一個功能 叫做圖像翻譯 那 有時候你出去外面 看到菜單 那你不會念 也不會打字 怎麼辦呢 你就用拍照 在後面 它有內建一個鏡頭 這個團體 我不知道什麼 我就拿起相機來拍 點一下拍照翻譯 拍了之後 就可以把它 想要翻譯的位置 選起來 早安少女 非常的準確 這台真的是蠻厲害的 經過剛剛的測試啊 大家應該對這台會覺得蠻好奇 那目前這一台我覺得 如果你經常需要面對 國外的客人 或者是國外的客戶 或者是你經常有 立即要翻譯的需求 那我覺得你可以買一台 因為它真的很方便 詞庫很多 然後又支援離線使用 最重要就是它支援一鍵翻譯 而且是雙向翻譯 所以在對話進行溝通的時候 會很快很及時 可是 因為它的價格比較高 這台要一萬四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只是出國旅遊 偶爾可能跟當地的人 講一兩句話 那我覺得用國外翻譯就夠了 而且通常出國 你會想辦法搞定 你自己的上網問題 所以不太可能會有 沒有網路可用的情況 那如果你真的會有商務這樣的需求 經常會碰到沒有網路 可是你就一定要溝通的情況下 那你可以購買這台 以上就是今天的開箱 那這個翻譯機就推薦給大家 那好不好用 你可以看我剛剛的測試 OK 謝謝大家 掰掰